今天讲解一下特斯拉超级电机的内部构造 首先将电机的钻子和电子分解 再来看看异部电机的阻力确实很小 好了,现在我们将钻子拆下来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钻子居然这么重 听说特斯拉的电机钻子没有永世材料 内部都是硅钢片合成的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拆 看看特斯拉的每分钟可达18000转 钻子内部的真实结构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主轴给分解开了 这些就是钻子上面所有的配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钻子内部确实像一层层材料组成而来 这个应该就是硅钢片 我们现在继续拆解 这是电机油泵安装的位置 特斯拉为了保证电机的散热性能 将电子线圈也浸泡在油液里 油液再通过水道的散热 再循环到水箱风扇进行散热 经过这样的设计 差速器内部有三套齿轮组 这套齿轮组就是连接车轮传输动力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转速比 是以9比1的模式进行扭矩放大的 也就是电机转子转紧圈 车轮转翼圈 而且能做到起步几乎没有延迟 这就是特斯拉的厉害之处 好了这就是特斯拉超级电机的内部构造 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